薛伟林原来是助攻啊 而且薛律早就知道 还心甘情愿给阮流症帮忙 目的就是自己宁志谦这个醋坛子 赶快行动起来 主动向阮流症提出复婚 这就能解释通了 在薛伟林活了一群 开去追求阮流症的过程中 宁志谦和阮流症屡自亲吻 还过夜了 薛伟林竟然不吃醋 原来她只是做做样子 完全是在助攻 换句话说 助攻这事可以使薛伟林 自作主张不图回报 阮流症一开始并不知晓 但是阮流症在病房里 听到薛伟林问 如果助攻成功的话 她将怎么感谢她 从这时起 阮流症就不能再利用薛伟林 来引起宁志谦对她的关注了 否则会显得阮流症心机深 再有意利用工具人 好在薛伟林也没白 在北亚医院住院 艾菲医生上线了 跟她来了个不打不相识 吴小凡介绍 这艾医生是个大美女 只是这脾气 一般人受不住啊 连宁志谦这样的 都不敢在艾菲医生面前造次 简单的两个场景过后 镜头语言已经显示 艾菲将与薛伟林发生故事 俗话说一物想一物 艾菲和薛伟林 不论在身高长相还是气质上 大家是否感觉两人挺般配的 并房林晚上不允许换着玩手机 从艾菲直接将薛伟林的手机 给锁入床头柜这个细节来看 艾菲能制住薛绿 两人有几分夫妻相是吧 薛绿的良苦用心起到了作用 宁志谦都学会主动投喂软流症了 来看看听说你喜欢我 第三十一到三十二级预告吧 有如下四大看点 一 软流症捂着嘴傻笑 因为面前的宁志谦一反常态 双手挥舞着荧光棒缓步朝他走来 软流症都忘了今天是自己的生日 看到他喜笑颜开 宁志谦跑过去紧紧拥抱他 整得挺浪漫的 宁志谦和软流症拥抱中来了一个口罩吻 宁志谦让软流症落座 看看是否喜欢 蛋糕店关门了 他只能去食堂给他拿了一个馒头 当生日蛋糕 看到满满的烛光摇曳 桌面上还铺满了花瓣 软流症问这花哪来的 宁志谦拿起两个花瓣 反问就不看着眼熟吗 这是程周遇送给丁一元的 被他给翻着出来了 欢笑过后宁志谦让软流症许个愿吧 然后吹蜡烛庆声 二 听到父亲心患绝症 软流症和软朗问 为什么不早点告诉他俩 宁志谦淡淡地说 爸是怕他们知道了以后伤心难过 所以就想着 能晚一天知道就晚一天吧 软流症落泪 问就没救了吗 软朗问 找专家呢 能不能手术 宁志谦回答 找过了 肝癌晚期 已经多发性转移了 药物治疗 化疗手术 爸都放弃了 因为不想再遭罪 软朗哭着问 真的就没有办法了吗 这是个无解的问题 宁志谦沉默不语 三 宁响的脑瘤有复发 需要再次进行手术 躺在病床上的宁响 通过手机视频 收到了爷爷奶奶 老爷姥姥舅等人的祝福 其中软朗在片场 给大外甥加油 二大爷也送来祝福 薛伟玲在视频中招手 说他是宁响的伟玲哥哥 等宁响好了以后 再带他去游乐场 好好玩玩 此处也暗示了 薛伟玲只是软流争 和宁志谦 破镜重圆的助攻者 否则他不会接受 宁响对他哥哥的称呼 要不然不就差倍了吗 宁响喊宁志谦和软流争 可是爸爸妈妈 坦雅 程周宇 丁一元 都在视频里祝福宁响 宁志谦告诉儿子 这么多人都陪着他 好不好 宁响很懂事地说 爸爸别怕 宁志谦说 爸爸不怕 会一直陪着宁响的 同时伸手握着儿子的小手 看到娟子妈妈哭了 宁响安慰亲生母亲两句 娟子满眼寒厉说 妈妈没哭 会等着他好起来 站在旁边的软流争 看着宁志谦 两人互相给出了一个 鼓励对方的眼神 四 大晚上宁志谦 带着软流争乘船夜行 软流争问 为什么要带他来这儿呢 宁志谦解释 自己以前经常来这儿洗澡 在房间里洗澡 可看不到星星 这儿可以一边洗澡 一边看星星 走 带他去摘星星了 两人饭粥糊上 软流争说 宁志谦还真是 总能给人惊喜啊 宁志谦深感遗憾地说 母亲走的时候 他也没有能陪在他的身边 所以就想能够 经常回到这儿 来看看母亲 软流争回忆起了之前 跟软流争母亲聊天的场景 虽然只见过一次 但那次两人聊得很开心 也聊了很多 在软流争眼里 宁志谦的母亲 真的是一个很有魅力 而且很了不起的一生 而且还说 第二天就会去非洲 宁志谦说 母亲很喜欢软流争 虽然说婆媳间 只见过一面 但是母亲 跟她念叨过很多次 听到这话 软流争仰望星空 当初宁志谦被师姐 董苗苗劈腿 就借酒交仇 最细细的宁志谦 被软流争扶回家 温宜对软流争很有好感 这就是宁志谦 选择跟软流争 结婚的重要原因了 所以二哥讲得不错 宁志谦欠软流争一个初恋 宁志谦目前正在用 实际行动来补回这一点